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之中的相关系数的简定 对于相关系数的简定 我们的简定方法是这样的 现在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是R 我们利用的是一批资料 然后算出了它的一个样本的相关系数 那么样本的相关系数 我们要记得了 这个是比较方便的记忆的方法 SXY 然后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样本变异数 开了一个平方根 这是一样的 好 现在如何简定呢 首先建立虚无假设跟对立假设 虚无假设这边的话呢 是R等于0 这是母体的相关系数 这是我们最常用到的 这是意思就是说 这两个是没有相关的 H1呢 指的是不对 它是相关的 是这样的意思 好 第三个 显著水准 我们定好了以后 最重要的是统计量 这个统计量是用T减定 R乘上开根号 1-R平方分之N-2 这个统计量是怎么来的呢 那么其实我们可以解释 我们怎么解释呢 是这样说的 这个是否为0 这是利用T减定 在回归分析里面 我们也是用T减定去减定这个Beta 是否为0 那么我们用的是 B除以SigmaB 这个我们的T减定来说的话呢 这两个件事情是简直是一样的事情 其实就是同一件事 所以我们说它是Equivalent 叫做等价 那么等一下我来证明它是等价的 好 那我们现在我们整理一下这个B B是等于SXY除以SXX 这个没有问题 这是我们的回归的邪律 那么我们现在要用到的是什么呢 SSE等一下要用到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复习一下 SSE就是YY减掉B乘上XY 这个在前面我们有证明过 各位同学不妨的话呢 去参考一下 然后我们把这个B带进去 把B带进去以后 我们发现SSE的话呢 是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再继续 我们把它通分了以后 写出来以后 形成了一个这样子的格式 再继续 我们再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我们现在 通出一个这个算式 为什么通出一个算式呢 因为我要把它这个R要迁出来 来我们一除了以后 分母就只剩下了SYY了 这边就变成1减掉 这个是什么 各位同学看一下 刚刚我们特别提醒同学 要把它记住的 这就是我们的相关系数的平方 相关系数的平方 那么这个地方YY 我们是因为是在分母的分母 那么就是分子 那么这个算式 我们暂时先记住 等一下要用到 如何来证明 这两件事情 是Equivalent 是等价的 好 那现在我们在做的是 统计量的证明 现在在前面 我们证明过 B除以SigmaB 是我们的减定的统计量 那么我们如何去把它换成 我们前面的相关系数 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B就是什么 这个B就是 XY除以XX 没问题 那么SigmaB呢 我们前面也算过 这是SSE 除以N-2 除以SXX 好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两个是一样的 这个 这是开根号 我们可不可以对销呢 可以 如果我们对销了以后 上面就会变成多一个根号 来 我们看这样是不是 上面的话就开根号 那这个底下SX就没有了 好 再继续写下去 刚才的话呢 我们多乘上一个 SYY 那目的是什么 这个是要把R牵出来 那这个要把R牵出来的话呢 上下都要同除一个SYY 所以这边要补一个SYY给它 好 那现在再来看这个 SSE 刚才才证明过 这是什么呢 上面是R 下面SSE就是 SYY乘上1-R平方 这是在前一页的PPT里面 我们才证明过的 我们发现这个可以对销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相关系数的统计量都用T 这边也是T 记得了 这两个是相同的意思 所以这个的统计量 我们可以记住 它就是检定相关系数显著性的一个重要的统计量 那么我们来练习看看如何去运用这个统计量 现在我们介绍的是R等于0 我们检定这个相关系数是不是为0的状况的题目 我们假设抽了10个人 我们想知道说 国文的成绩跟社会的成绩 相关系数有没有关呢 应该有点关系 相关系数后来发现是多少 0.7 这个相关系数0.7的话呢 到底是不是抽样误差而产生 说不定母体的相关系数是0呢 那我们就来检定它 那么首先 第一个虚无假设说 它们不相关 第二个说 相关 不等于0 好 那我们就拿着我们现在目前的这个资料 去做T检定 这个统计量就是T等于R乘上根号 这个是1-R平方分之N-2 这是证明得来的啊 这不是我们凭空的话呢 去规定的 继续写下去 这个R是我们算出来的 这个R是0.7 那么现在上面N是几 10个人 样本数是10 所以是10-2 底下是1-R平方 R是0.7 那R平方就是0.49 好了 我们把它计算一下 发现它是2.77 2.77 这个数字到底是大还是不大呢 那么我们当然就要把T表要拿出来 这个是α是0.05 现在我们把T表拿出来了 现在是 哪一个 自由度是几 自由度是8 自由度是8 这个地方我们用的是T的话呢 自由度已经要降2 这边N是10 那么我们的自由度就是8 然后我们的话呢 是在双微减定 这是α是0.05 所以我们的减定的这个是用0.025的这个数字 这个T值是2.306 这是2.77 比2.306要来的大 大的话呢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拒绝H0 拒绝H0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有没有相关呢 有 相关 我们的话呢 应该是非常明确的 结论很显著 国文跟社会成绩是相关的 现在我们要介绍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做法 这个做法是这样子说的 Row不是0的时候的减定 Row等于0的话呢 是代表的是 它还有接近是对称的状况 现在的话 Row不等于0的话呢 是一个偏态的状况 那么我们直接用T减定 不合适 所以我们要用的是一个Fisher的做法 叫做Fisher转换 F转换 这个地方的话呢 各位同学可以稍微看了一下 这个地方叫做Hyperbolic Tangent 这是Hyperbolic Arctangent 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叫做双区函数的反函数 那么可以证明的结果是这样子的 它是二分之一 Natural Log 上面是1加R分之1减R 这个地方各位同学可以去查一下 有关于微积分的双区函数 双区函数 那我们先跟各位同学说 它这边有Hyperbolic Sign 这是Hyperbolic Cosine 那么这个是Hyperbolic Tangent 如果说是再加上一个反函数 就是Hyperbolic Arctangent 这个各位同学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么这是我们的Fisher的转换 转换之后 它会近似常态分配 那么我们说这个的统计量 是Normal 接近什么呢 ZRow 那这个是我们的变异数 那这是怎么得来的 这个要看数理统计 才会有相关的 那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就没有来谈 那我们只是拿来使用就好了 那么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这样子的 这个就是用Z来做 ZR减掉Zrow 除以根号N减三 分之一 这是我们的标准差 就是我们标准常态分配 我们就利用这个统计量来做检定 那么这个地方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 可以翻翻这个进阶的阅读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一个 Row不等于0的检定的立体 现在假设我们抽了30个人 N是30 发现国文与社会成绩的相关系数是0.75 这是我们做的一个研究 那么前人的研究的话呢 是说相关系数是0.6 那么我们想要说 到底这个0.6 这个是不是还是0.6 我们就对于0.6的这个假设来做检定 那么虚无假设 第一个H0就是Row是0.6 那么各位同学看一下 原来我们是Row是等于0 对不对 Row等于0 比较简单一点 如果Row等于0.6 那就要用Fature转换了 这是不等于0.6 那么Fature转换怎么做呢 来我们把它带一下 现在今天的R是多少 是0.75 那么ZR 各位同学的话呢 Fature转换的公式就在这边 上面是1加上R 下面是1-R 这是取它的Nature Log 这是以欧拉数为底的自然对数 这是自然对数 这是原来是1 2 我们写成0.5 这样看起来的话呢 比较简单一点 上面1.75 下面0.25 我们除一下 再取对数 再乘上1 2 我们算出来 上面是7 这相处是7 1 2 Nature Log 7 大约的值是多少 0.973 算完这个以后 还不止 我们还要算 我们还要算ZR ZR ZR是多少 因为R是0.6 这是我们的原来估计的母体的相关系数 那么ZR是多少呢 也一样把带进去 0.6 下面是减掉0.6 一样在进行计算 这个1.6 除以0.4 我们发现的话呢 刚好是 Nature Log 4 LN4是多少呢 我们在 Excel里面就可以直接 计算 等于0.693 好 这两个数就出来了 现在我们就要看 我们的统计量了 Z值是 两个相减 除以根号 N减三分之一 来 我们写下去 根号N减三分之一 各位同学知道 N是几呢 30 30的话呢 减三 那就是27 27 我们发现 它是分母的分母 那就可以把它移到 上去就变分子了 那么这个地方 是根号27 这两个字相减 0.973 减掉0.693 减出来以后 结果是多少 3.503 这个Z值 结论显著还是不显著 非常明显 因为我们的α值是多少呢 如果以α值是 0.05的情况 那双尾的话 我们知道Z的临界值 是正负1.96 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了 所以它这个已经超过了1.96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决策呢 是结论显著 就是拒绝H0 也就是说 我们的话呢 是接受了这个H1 母体相关系数 是前人所研究的是0.6 那么我们不觉得了 我们认为说 它不再是0.6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了 是相关系数的一些 简定的技巧 那么我们提醒同学 简定相关系数 就是简定Row 那么Row等于0的时候 简定的方法 是用T简定 那么它跟这个 回归方程式里面的话呢 斜律的这个B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 是Equivalent 所以的话来说 它利用的那个统计量 其实也算还蛮简单的 但是如果说Row 是不等于0的时候 由于它是一个偏态的情况 我们不再适合使用T简定了 所以我们建议同学 就是用Fissure的转换 这个Fissure转换的公式 还蛮麻烦的 是二分之一 Nature Log 上面是1加R 下面是1-R 那么转换之后 再用Z来简定 那这个Fissure转换 那么同学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Hyperbolic Arctangent 这个是还蛮复杂的一个函数